歡迎收看 進捷台灣 我是吳嘉芬 帶你來看 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一一下日 說到消暑的美味 冰淇淋絕對是榜上有名 在台北市萬華 有家開業75年的老店 賣的古早味冰淇淋 很多人都是從小吃到大 傳統的芋頭 紅豆 雞蛋等等的口味 清甜爽口 都是每天一早 現做的好味道 第三代的接班人吳東霖 從國小就立志要做兵 這是他跟過世的阿公 許下的約定 為了守住承諾 他十幾年來 都過著幾乎沒有休假的日子 是怎樣的祖孫情 讓他如此堅定 一起來看看 新門町的老街區是很多人年輕時的回憶 那逛街約會之後 很多人就會想要來一點甜品 在這個轉角三角窗 只有兩瓶大的店面 就是很多人的首選 那這間店呢 從1945年 台目至今已經有75年的歷史 這裡賣的都是古早味的冰淇淋 那這些冰淇淋裡面呢 也包含著很多人的青春歲月 他們家的冰軟 但是這個甜度也剛好 不會很甜 不會膩 就很好吃 就入口即化 這幾十年了 那個冰淇淋比較油 比較香 古早味對不對 古早味好好吃 我要吃魚頭 還有大紅豆 上門的客人一吃就是幾十年 吃在嘴裡的冰酸酸甜甜 各種繽紛的顏色 禮梅 芋頭 雞蛋 紅豆 細緻的口感裡 吃得到食材本身的甜香 這就是童年時那懷念的滋味 也是75年前 吳東陵阿公手作的老味道 他不會想口味 他就會選三色餅 然後就是芋頭 紅豆 雞蛋 然後如果說雞蛋沒有 或是說芋頭沒有 就是會換花生 桂圓 對 會換其他口味 可是他們那時候就叫三色冰 不是讓你挑口味的 一開始沒有店面 就是一樣推攤車這樣子 那時候就是在西門町 228這樣子推著走 吳家阿公繞遍了西門町 在大街小巷中 把冰淇淋繞出了名氣 從小攤車變成街邊的攤位 來吃冰的人一天天變多 最後就在這轉角的小店面 訂了下來 好味道一傳十 十傳百 不少外國人來玩 也會專程來體驗 在地台灣味 請問你們來自哪邊 俄羅斯 好吃 好吃嗎 對 很棒 那美女覺得呢 沒吃過這種 沒吃過這種 很好吃 跟俄羅斯的不一樣 就完全不一樣了 一球球圓滾滾的冰 把人勾進童年的時光隧道裡 在那個物資缺乏的年代 更讓孩子們瘋狂的 就是這表面透著 沁涼的冰淇淋蛋糕 層層疊疊的甜蜜 來自客人的突發奇想 以前就有客人帶一個電鍋 那個電鍋過來 他也說他要買冰淇淋 然後他也說他要這樣子 拿來當生日蛋糕 然後我們就想說 好像可以把它拿來做蛋糕 那就去試試看 手工一層層壓緊 冰硬了就能過水脫模 出來的蛋糕光滑得像鏡面一樣 還得加上各種華麗的點綴 復古的字體 小巧的圖案 搭配各色水果 就像閃著光芒的珠寶盒 以前是擠鮮奶油 後來很多客人就說 你們的冰跟那個鮮奶油 好像不大 你就我媽他們那邊改良 就是變成就是 全部都是我們自己的冰淇淋 都下去做的 而且你也發生冰淇淋蛋糕了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 彩色的冰蛋糕 一口就能吃到四種口味 不只剛推出大受歡迎 即使過了這麼多年 還是很多人的節日首選 其實每個小朋友都希望吃到冰淇淋蛋糕 對 外面比較少吃到這種口味 就是會跟他們說 如果考試考得好才可以吃 他就是把把布變成很大顆的 一層一層的 顏色就是一樣 也就是很繽紛 對 所以小孩子看就很愛 從阿公到小朋友 全都愛吃的這古早味 簡簡單單的滋味 背後卻藏著高剛的真功夫 大甲直送的仙材芋頭 仔細的削去外皮 挖掉坑洞的部分 吳東霖手起刀落 不到半分鐘就處理完 這功夫可是他國小時 就開始練的 注意就是不要把手放在這邊 因為我小時候 就看阿公削很快嘛 然後想說那我也要學 學的時候阿公就拿這種刀子 然後就這樣削 然後在十秒內就削完一顆 然後小時候想學 然後就把手放在這邊 然後就這樣下去 然後就整個皮就下去了 然後就血流入住了 這可怕的經歷 也嚇不到當時 才小學五年級的吳東霖 傷好了繼續跟著做 天天窩在小小的廚房裡 並不輕鬆 夏季的溫度 蒸出了他滿身的汗水 熱氣把廚房變得像個蒸籠 不過這些程序都得手工做 吳東霖還是站在鍋子前 遵循爺爺的古法 熬煮芋頭 因為芋頭的話你冰硬的話 那個會硬掉 阿公到爸爸這邊都是 把它整個磨掉 沒有吃到芋頭的顆粒 就直接煮到爛掉就可以了 味道出來就夠了 芋泥煮熟磨成薑 跟進口奶粉一起倒入 零下35度的製冰機 甜蜜的紫色波浪漸漸化為綿密 吳東霖只要拿著長長的鋼棍 把冰沉進鐵桶裡 這鐵桶和兩台機器 都是阿公時代就在用的老古董 打完一桶還得休息10分鐘 不然機器可是會發脾氣 鬧罷工 然後他一直打 打到越打越硬之後 太硬走不動之後 整個就漆就跳掉 就等於算是卡死在裡面 因為冰打太硬了 對 以前有發露過嗎 以前有過 為什麼 就沒算好 因為太忙了 忙到後面就是沒有算好時間 說忙可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祖傳三代的冰淇淋 長輩就是堅持要每天 現做現賣 吳東霖接班當然也得照辦 天天都是一早就來打冰 光是一個上午 就得打個好幾十桶 好了 黃豆 花生 芋頭好了 好 每年都就是要去付千科保到 因為變成做酒搬重物嘛 然後就有脊椎盤 脊椎盤突出 然後變成你要去做樂敷 然後電療跟牽引 一百七歲 現在三十五 就已經這樣了 對 就算累出一身病 吳東霖還是笑著繼續拚 大學念氣管系 但把做冰淇淋當成人生的目標 是從他小時候就定下的志向 那時候說到我大概小三到小五之間 然後我在店裡面 剛好過店 阿公就在店門外泡茶 然後就突然把我叫過來旁邊 我就被叫出去了 然後阿公跟我說 以後有沒有願意要接下這個冰店 那時候年紀還小 我就說好啊 那當然願意啊 一句簡單的承諾 聲聲烙印在他 懵懵懂懂的腦海中 從小就跟著阿公一起睡 下了課也是到店裡幫忙 祖孫良天天形影不離 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等於阿公就會講 他小時候的故事 就變成我的床前故事 就聽他講說奮鬥食啊 然後譬如說他去 有去基隆的後火車站 賣過水果 然後就是他去哪裡做事 然後就帶著我跑了一趟 天南地北 祖孫良一起冒險 是彼此的最佳拍檔 但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 再好的時光 也有結束的那一天 肺部纖維化 然後變成就是喘不過氣 可是當時的時候 是可以氣切的 氣切是還是有辦法 再延續壽命 可是阿公就是堅決不要 他就是希望是說 結果他夠了 他活到八十歲他夠了 那時候是滿煎腦的 這個手 比較沒辦法接受 送完了阿公的最後一程 吳東霖卻失去了 向來堅定的方向 工作時再也看不到 總是坐在一旁陪伴的阿公 在他最迷茫的那段低潮 一個奇妙的際遇發生了 晚上就夢到阿公 夢到阿公 阿公就坐在店門口 阿公坐在店裡的位置 然後我是歸在他的膝前 反正我就是一直哭 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哭根本就聽不進去 然後只聽到 阿公叫人講說 怕你死死要好好這樣子 然後也意識到說 好像有人要把他接走 然後就整個哭 哭到醒過來 像是被阿公點醒一樣 吳東霖對這家小小的店面 更多了份使命感 每年從三月開工 要一直做到年底才能休息 整整十個月 沒有一天的假日 這難以想像的辛苦生活 他一過就是十幾年 甚至累到身體都承受不住 每天晚上睡 就根本沒辦法睡 覺得有人在敲你的腦袋 然後後來就不對勁 然後想說 那就去醫生看 先看皮膚科 他皮膚科說 你這不是喔 你這不是青春痘 然後就說他就是 他就是那個帶重泡疹 然後說 長在臉上是會致命的 險些致命的危險 嚇壞了吳東霖 醫生趕緊開了七天的特效藥 叮囑他把身體調整好 那你修一個 你慢慢練習怎麼辦 沒有修啊 你沒有修嗎 沒有修啊 就是一邊吃藥一邊做 捨不得讓年脈的爸媽 再去做粗重的工作 吳東霖多累都咬牙撐著 因為這是他對阿公的承諾 也是他心中最想守住的味道 從年輕吃到現在味道都沒變 都這個味啊 因為它是古早味 然後就是跟別的地方吃到的不一樣 它很濃 很純 在台前招呼的是妹妹吳佩妮 她同樣貼心 一球球挖著冰 就是不肯讓媽媽太勞累 因為他也是辛苦的 他從我們小時候就這樣子 挖挖挖把我們這樣子的培養 打這麼大 然後現在手上變天啊 或是什麼 只要這樣子手就會很痛很痛 自己的手上 滿是凍出的傷痕 肌肉也因為挖冰 挖到長期發炎 但他的拼勁不輸哥哥 兄妹倆都是搶著做 寧可自己多辛苦一些 他們大學的時候 課 課業比較少的時候 都一下課就過來 還滿乖的啊 母子三人 擠在小小的冰櫃前忙碌 日復一日的生活 不覺得無趣 反而拉緊了一家人的心 雖然阿公已經不在了 但當年那小灘丘上的古早味 卻從來不曾改變 說 該這麼說了 對阿公是一個感謝啦 因為畢竟整個家是阿公撐起來的 然後再到我爸 然後再到我這樣子 就是每天該做的事情 就是這樣做 就是 這樣就是 等於是對阿公有交代這樣子啦 信守而實的承諾 家人間的愛化作 一球球甜蜜的冰淇淋 不只是懷念的滋味 更是幸福的滋味 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